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如何将你的无线的摄影机 连接到你的 视讯导播机 或者是直接连接到电视 比如说这台是这个antle mini pro 我可以将这一台无线的摄影机 dji pocket 2 变成hdmi的输出然后呢 连接到导播机的channel 2 然后连接到电视 这样子 那我们等一下也会介绍说 这个是 也是一只无线摄影机叫做mimo star mimo star的无线摄影机 变成这个hdmi 输出连接到这个导播机上面 还有这个 mimo plus 也是一样 甚至于说啊你的iphone iphone也可以变成一只无线的摄影机 连接到导播机 那么 这些无线的这个摄影机必须 要有直播的功能 而且这个直播必须要可以做 内网的rtmp直播 通常这些人做直播的这些无线的摄影机 通常都能够做这个内网的rtmp直播 我们今天的节目将 告诉大家说如何让你的dzi pocket 2 还有刚刚讲的这个 mimo的这些相关系列的摄影机 做内网的rtmp直播 然后呢 连接到这个 导播机上面 我们今天要将 4款的这个 Wireless的摄影机 转换成hdmi 连接到这个 Anton mini pro的导播机上面 ok 首先我要跟您介绍 的是这个产品 这个是 febom的rtmp转 hdmi的转换器 他可以将 这个 wireless的这个摄影机 的rtmp转换成 hdmi 他吃到rtmp訊號转换成 hdmi出来 然后呢 hdmi出来之后 就连接这个导播机这样子 好 你先将这个电源连上去之后 再将这个 有线网路接上去 好 这个要跟你注意一下是说 您要准备一台 比较专业的这个路由器 这个天线非常的厉害 不要用烂的路由器用好一点的 然后呢 这一个的ip 路由器的ip 请你设定成192.168.1.1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的路由器 他的网域是192.168.1.217 所以要设定在同一个网域才行 好 那么先连接上这个路由器之后 电源插上去 请你打开这个dji pocket 2 打开来 请你用你的平板电脑去设定rtmp的这个直播 我们现在要将这个rtmp的这个直播 直播到这个盒子 这个盒子收到rtmp的讯号之后 转换成hdmi 连接到导播机上面去这样子 打开这个dji的app 连接 好 这边有一个叫直播的按钮 注意看这么一个直播 拉到这边去这边 好首先呢 你的djpocket 2一定要看到这个页面 表示说什么他可以做直播 比如说他可以做脸书直播啊 youtube直播可以做rtmp直播 好那我们现在就做 然后这个rtmp直播 然后呢 他有很多的选项 这个是说哎你直播的时候要连到哪个路由器 哦以我在路由器来说他叫febom store 就是这一台这台路由器 好 然后呢他直播的网址就是这个 192.168.1.217 斜线live斜线test1 rtmp的 然后我这边是用这个 1080p直播 还有binray我选高一点 这个binray会影响到你的画质 好我选6妹 然后就按开始 按下去直播 好这时候呢 他的画面就会 传到这边来了啊出来了 有没有声音有的 嗨 好你看哦这样就可以了搞定了 這樣就可以了 把声音关掉啊 然后这个 mati view pgm都可以选 这是打播機的功能 好 一样的道理 我们可以用这一个 这个也是 无线的这个摄影机他也可以做直播 他叫做mimostar 是一个美国很有名的这个 直播用的这个摄影机 一样道理我就把电源打开来 打开他的设定的app 好啊就按连线 好连线之后呢 请你按这个直播的功能按下去 然后这每个的rtmp的直播 按下去 跟刚刚一样 设定成这个网址rtmp 冒号斜线 192.168 1.217 斜线live 直播的金钥是test1 好就这样子 那就按开始直播 等一下就有了啊他出现这画面 就可以了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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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哈喽 啊这台摄影机比较有意思 是说他可以用你的手指去做eptz 这样子 这样子 这个区域放大多大他就会全一幕 譬如说我这样子他就是广角 广角端 然后这是缩小端这样子 好 一样的道理这个是mimo plus mimo plus是mimo 大的第1代产品是 这是第2代这是第1代 那第1代他一样可以利用我们刚才那个方法 达成 无线的摄影机 连接这个enterminipro这样子好一样道理打开这个 mimo的这个app 连线 然后按这个红色直播 rtmp的直播的东西跟刚刚一模一样 就按 选择他 这个 go 有出现这个画面吗这样子ok 有这样话就出来了 打开声音 嗨 做eptz给你看 嗨 我的脸放大 这样子 说 好 eptz 我们也可以让你的ipad iphone当成一个无线的摄影机 那请你先下载一个app叫做这个 media link live media link live 打开来 然后这个app 他可以选择 前镜头跟后镜头 好然后去设定里面的 解析度我选1080p 冰瑞我选5000 然后呢管理连线 我去新增一个rtmp的这个直播 rtmp的直播的这个东西就填rtmp to hdmi 然后这个东西填完之后就长这样子 就长这样 一样啊都跟他一样 然后就 这时候就退后 到根目录 然后到按开始直播 这个rtmp to hdmi 那当然了这个ipad一定要点到同一个网域 都是192.168的网域 开始 直播了 然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画面就会传到这边来了 嗨 嗨 有画面吗 你可以比较一下他的延迟 就是这样子 以上是简单的介绍